白氏祖忙着安抚老夫人,什么也没有注意到,就连刚刚自己被人诅咒的愤怒和恐惧都淡忘了,只怕自己母亲被这件事情气得伤了身,她可就是大不孝了。 好,好,锦儿,祖母可真是小瞧了你,真是小瞧了你啊。 白木槿故作懵懂地问了一声,祖母何出此言,此事不是锦儿所为,祖母为什么一定要判斥锦儿呢?难道锦儿入了罪,被砍头,就顺了祖母的意吗? 逆障,你敢用如此恶毒的法子诅咒你的祖母和我,你还想抵赖? 好,我也不管了是不是家丑,就请金赵银来查证吧,看看到时候你还有何话说。 大家见白老夫人的表现,还正以为那些木偶都是诅咒她的,除了凤之木和白木尘,以及白木槿的嬷嬷和两个丫头之外, 都开始用怀疑和谴责的眼神看着白木槿,只有老夫人终于好像是冷静了下来。 师祖,别冲动,这件事不会是锦儿做的。 可是话里的冷意却是那么的明显,但白老夫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,大家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,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就连白木尘都皱了眉头。 白氏族以为白老夫人是惊怒过度,在说反话,却撇到白老夫人紧紧捏住那些白纸,上面赫然写着白木槿的生辰八字。 作为父亲,即便再不关心女儿,也能够看出来那都是自己长女的生辰八字。 绝对错不了,再看看那几个木偶人,她只觉得背脊上仿佛有一条冰冷的毒蛇在游走着,一直钻进了她的心窝里,然后是喉咙被人扼住,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 白氏族像是傻了一样,不断地念着。 白老夫人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,将所有震惊和恐惧都掩埋下去,她活了大半辈子,虽然不说经历过多少阵仗,但终究有那份岁月的沉淀在。 而且她也是知道真相的人,经过短暂的失态过后,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 罢了,这件事的确和锦儿没有关系。 道长,麻烦您将这些邪物焚烧,善后再作法驱邪,不要让这种东西影响了我宁国公府的祥锐之气。 道长赶紧印下了,反正事情无论怎么样都和她没关系, 她只要按照老太太的吩咐去做,就可以拿到自己的那笔银子。 白氏祖颓然地低下头,不知道在想什么,她再怨恨自己女儿,也难以接受她被人如此诅咒。 那是多么恶毒的诅咒,光是看到这些木偶人,她就觉得心惊胆战。 白木槿却走过去,一张纸掉落在地上。 白木槿捡起来,突然惊恐地叫了起来,其他人被她吓了一跳, 也纷纷看过来,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白木槿的生辰八字的。 但是白木槿年龄摆在那里,大家只看了前面的年月也知道, 白府除了白木槿不会有第二个人了。 大家都忍不住同情地看了一眼白木槿, 刚刚被人诬陷用巫蛊诅咒亲人,没想到竟然就被人诅咒了。 而且比白氏祖被诅咒那个木偶人更加恶毒。 谁都不会再怀疑白木槿是凶手了。 他不可能用这种法子来诅咒自己, 谁也不敢用这种法子来诅咒自己。 神怎么能连鬼神都不怕? 神怎么可能对自己这么的恨? 白木槿闭上眼睛, 一滴泪从眼角滑落, 是谁把他的姐姐逼到这种地步? 他想, 大概姐姐也不知这里究竟埋了多少个木偶, 所以才能够出此下策, 用诅咒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洗清嫌疑。 因为若不是这样, 那即便他找出这些黑匣子, 然后毁了, 只要露了一个, 他也白口莫辩。 姐姐为了活着, 竟然要用这么艰难的方式, 白家的人究竟还有没有一点点人心? 为什么要苦苦相逼? 白老夫人仿佛疲倦的,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 他挤手, 木星平就赶紧过去扶他, 眼里也充满着恐惧。 祖母父亲, 锦儿要找出埋下姑姑之人, 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, 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 白木槿按下惊恐之后, 苍白着脸坚决地说道, 白老夫人的眼里只剩下一片冰凉。 锦儿, 你应该最清楚是谁吧? 锦儿不清楚, 太不清楚了, 所以要问问他, 究竟为何要逼我至此?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? 要如此害我? 那你就自己找出答案吧。 不, 就像父亲所说, 虽然家丑不能外扬, 但是宁国公府绝对容不下包藏祸心之人, 就请金赵颖接受此案吧。 白木槿仿佛铁了心一般, 这些匣子总不能是凭空出现的, 究竟是谁买来的或是打造的, 应该还是有迹可寻的, 我不相信作恶之人能够一点钟丝马迹都不留下, 天王灰灰, 书而不漏, 白木槿又加了一句, 眼睛直直地看着白老夫人, 白老夫人看着那幽暗不见底, 像是一片恐怖黑洞的眼睛, 但心里觉得寒凉彻骨, 她这一刻突然觉得害怕, 对这个才十四岁的小丫头感到恐惧, 即便她才是十座俑者, 可是她也不敢诅咒自己, 那几个木偶里没有她, 因为没有人敢怀疑她, 所以她无需诅咒自己, 但是白木槿竟然比她很多了, 她不禁将那几个木偶全部换成自己的生辰八字, 还将木偶做得那么可怕, 仿佛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一样, 对这样连自己生命都不在乎的人, 怎能不让人恐惧, 白老夫人稳定了一下自己的心, 你也说家丑不可外扬, 咱们家是因为你已经处于风口浪尖了, 你还想闲事不够多吗, 是不是想把整个宁国功夫都折腾垮了, 你才高兴, 白氏族也不愿意过多追究, 这件事情已经把她的神志给弄乱了, 她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 为何有人要诅咒她, 还一连下了四个木偶诅咒白木槿, 简直恨不得她死了一般, 谁会这么希望白木槿死, 她想来想去, 除了陆氏竟然想不到别人, 这个认知让她很痛苦, 痛苦到不知该如何是好, 可是陆氏昨日自呛的行为, 让她又不敢去追究这件事情, 毕竟她没有事, 而且陆氏应该也不会愿意自己死, 她死了对陆氏有什么好处呢, 扑朔迷离像是一团乱麻, 让白氏族头痛难忍, 烦躁地大吼一声, 不要再说了, 这件事谁都不许再提, 否则别怪我无情, 白老夫人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, 即便白木槿下了这么大的本钱, 还不是什么也唠不着, 想要咬出自己这个宁国公府的大家长, 她未免也太天真了一些, 白氏族是不可能怀疑自己这个母亲的, 是让她是一心向佛, 心存慈悲的老人家呢? 有一件事情, 我想要宣布一下, 这件事情可不简单, 因为此人诅咒的不是一般人, 而是皇上清风的宁国公和安平郡主, 这是对皇上不敬, 对郡主和宁国公不敬, 大家都震惊了一下, 说宁国公大家能够理解, 可是关安平郡主什么事, 还有谁是安平郡主? 白家的人纷纷露出茫然的神情, 莫不是白大小姐被人诅咒傻了, 竟开始胡言乱语了, 白芸汐怜悯地看着白木槿, 姐姐,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刺激很大, 但是话也不要乱说, 这和安平郡主什么关系, 还有, 我怎么没听说当朝还有安平郡主? 怎么没有, 我就是安平郡主, 昨日皇上亲口御风呢, 我想, 这会下旨的人也该到了才是, 白家所有人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, 尤其是白芸汐, 简直像是听了什么大笑话一般。 姐姐, 您这会儿还没醒呢吗? 也难怪, 这么一连串的刺激, 的确会让人难以承受。 祖母, 父亲, 我看还是找个人给姐姐看看, 她好像要是魔症了呢。 锦儿, 休得胡言乱语, 十五皇子还在场呢, 你这样明末张胆的造谣, 可是大不敬之罪, 假传圣旨, 那算中了就是弃君之罪, 你想连累, 咱们一家子陪你死吗? 白老夫人摇了摇头, 这白木槿脑子是不是真傻了, 难怪对自己这么狠, 原来真的是受刺激过度了。 抓住了机会, 白老夫人叹息一声, 令徐道长, 你看看我这孙女儿是不是魔症了, 才开始胡言乱语, 给她一点浮水喝喝, 去去邪, 灵徐道长得了老夫人的吩咐赶紧过来, 手里铃铛围着白木槿一通摇晃, 口中还念着什么, 去去去, 万法末期, 白鬼退散, 去去去, 看得白芸汐捂着嘴, 怯笑不已, 就连刚刚受了不少惊吓的人, 都一扫刚刚的紧张, 都偷偷地议论了起来, 白芸汐趁热打铁, 落井下石道, 祖母, 这些魔症了, 也该送去家庙待一段日子, 好让她修身养性, 否则, 传了出去, 可不是大笑话吗? 白芸汐觉得这就是现实报啊, 当初自己被白木槿诬陷魔症了, 去家庙一待就是半年, 说不是舅舅申迁, 母亲想法子让她回了家, 恐怕自己现在还出不来呢, 而白木槿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疯, 一定是魔症了无意, 这就叫害人中害己, 她心里痛快极了, 看来这乌骨之术还是有一点邪门的, 幸而没有诅咒到自己, 白木槿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风之木, 不是为了白木槿的话, 而是为了白家人的愚蠢反应, 白木槿再傻也不敢在这种事上胡言乱语, 那可真的是欺君之罪, 风之木饶有兴趣地挑动了一下眼角, 凑到白木槿的耳朵边上嘀咕两句, 让白木槿微微地皱眉, 却听白老夫人长叹一声, 一副无奈至极的样子, 家门不幸,家门不幸啊, 就这样定了吧, 孙某某, 差人过来, 将锦儿送去家庙吧, 是, 孙某某应声, 然后对着几个婆子使了一下眼色, 几个婆子赶紧挽起袖子, 凑过来就要拉扯白木槿, 被鸳鸯和喜鹊挡住了, 又和鸳鸯喜鹊拉扯起来, 水某某立声呵斥, 说谁敢动安平郡主, 虽然甚至还未到达宁国公府, 但是惊口欲言, 白木槿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安平郡主了, 当时在场的人那么多, 皇上也没法子反悔, 几个老婆子哈哈大笑了起来, 哈哈哈哈大小姐磨正了, 连身边的老妈子都磨正了, 哎呦呗, 白老夫人看着面色严肃的瑞嬷嬷, 又看看不动声色, 一点慌乱执意都没有的白木槿, 心里咯噔一下, 难道自己的孙女真的被封了安平郡主, 这怎么可能呢? 哪有父亲只是国公, 女儿却被封为郡主的道理, 这开国以来也没有过这样的心理, 被封为郡主的莫不是皇亲国戚, 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外姓郡主呢? 几个婆子可没有白老夫人想得多, 他们只是奉命行事, 要在主子面前表现一下, 所以纷纷不顾鸳鸯喜鹊和瑞嬷嬷阻拦, 就要扑上来捉人, 还要动手打人, 凤之木突然哈哈大笑起来, 哈哈哈哈, 哎呀, 宁国公府可真是好热闹啊, 这事我得回去跟父皇讲讲, 我还是从未一次看过这么热闹的事呢, 说着还天真烂漫地拍起了手, 好像眼前这一场闹局, 真的是多好玩的事情一样, 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戏, 白氏族和老夫人脸上一僵, 还是白氏族最先反映过来, 都给我滚下去, 不许胡闹了, 当这十五皇子的面, 想什么样子, 也不怕冲撞了贵人, 然后对着凤之木拱拱手, 面露羞愧道, 十五皇子, 恕罪恕罪, 实在是家门不幸, 才让您看了笑话, 您千万不可告诉皇上啊, 否则, 否则我这宁国公, 也别想坐下去了, 说着就对白沐尘挤挤眼睛, 事与他也帮着劝劝, 毕竟是家仇, 哪里能够让万人看笑话呢, 本来是很高兴白沐尘能够带个皇子回家, 现在恨不得赶紧将凤之木给送走, 白沐尘也十分的配合, 师兄, 这件事就别告诉皇上了, 你要是实在逼不住, 可以说给先生和师兄们笑笑便罢了, 你胡说什么呢, 这事谁也不要传出去, 难道是什么好事吗, 是你姐姐磨正了胡言乱语, 你要他成为大笑话呀, 我姐姐何时胡言乱语了, 难道父亲还不知道吗, 左个儿姐姐进宫了, 皇上亲口疯的安平郡主, 说今日就会拆人正式下旨呢, 白氏族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精彩, 怒容还未消去, 又像受了惊一样, 又带了一些迷惑, 想要说什么又开不了口, 想要笑, 却偏偏僵硬得很, 其他人也没有多好, 老太太一副又羞愧, 又要故作镇顶的样子, 木星平除了惊讶还是惊讶, 只有白云熙的震惊和嫉妒同时蔓延在眼底, 这世上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能够给白木槿一个人碰上呢, 他怎么也想不通, 他们都是宁国公的女儿, 都是陆家的外孙女, 只是因为母亲的嫡数之别, 就好像云女之别, 他明明记得不久之前, 他还是宁国公府的天之娇女, 稳稳地压在那个浑浑噩噩, 愚钝不知事实的嫡长姐的头上, 受尽家神的宠爱, 被下人们碰到了天上, 而白木槿比他身边的丫鬟还要不及, 到底为什么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, 白木槿不仅获得祖母的偏宠, 还一再让自己和母亲吃鞭, 逼得弟弟不得不远离京城, 外祖母更是把他当成了眼珠子一样疼爱, 就连一向在陆家独一份的娇娇表姐都从芙蓉花变成了烂草根, 这一切的一切好像是莫名其妙就发生的, 白木槿像是突然受了神仙眷顾一般, 处处都有好运, 就连他闯下大火, 得罪了楚君王府, 让全家人都咽起了他, 却还是一转身就成了安平郡主, 郡主, 那是比父亲的爵位还要高的, 他连幻想都不曾幻想过的高贵身份, 他就这么随随便便的都有了, 白芸汐很想哭, 想冲着白木槿大吼, 为什么他那么幸运, 为什么所有人都帮着他, 就连皇帝都要眷顾他。